來到這個修達蘭街 一直向著中華方向 都有一些警方進行一個部署 也有大批警方在修達蘭街兩邊 街口的位置 都會調查一些市民和示威者 我們看到雖然現在是凌晨的時分 但是也有一些這裡附近的居民想上樓 因為大部分的路就封了 有部分人都要由警方帶來離開這個位置 是回到家 惠惠 現場以你所見有大概多少警力左右呢 現場的警力 我覺得有一批大批的警力在這裡 因為其實人數方面我們這裡就很難去評估 因為見到在修達蘭街的後面的位置 我們都見到是有些警方在這裡 不過畫面見到 剛才這裡是有警員帶著品牌摘起防線的 這個德副導師的一段 現在我們就見不到有警員 有部份的警員 我們見到有部份的警員 就拿著一些裝備 就是在離開德副導師的這個位置 暫時就不清楚他們是不是 就是會撤離這個位置 還是怎樣 就是離開德副導師的這個位置 是 吳惠惠 剛才你也提到 其實附近多不多住宅的呢 有沒有一些居民來投訴呢 其實見到德副導師這個園住 所以他們就回不了 那有警員就是帶他們離開 就下一個圈就回去了 但我們就未見到 有市民向警方做了一個投訴 或者是一些情況 好 麻煩了 吳惠惠在現場的報導 至於民陣的反釋法遊行 民陣說有一萬一千人參加 警方說 遊行隊伍去到皇后像廣場的人數 有大約八千人 而支持釋法的保衛香港運動 亦都在瘟仔集會 大家好 我是麥斯敏 警方凌晨開始驅散 中聯辦外的示威者並拘捕多人 警方說有一個警員被磚頭訂中受傷 他被盾牌和手持大支莊胡椒噴劑的警員 午夜過後烈陣向示威者推進 要求他們向中上環方向 沿著德鋪道西後退 期間有示威者向警方訂集物 警方推進期間 帶走多個不肯離開的示威者 請大家保持坑大冷靜 請大家保持坑大冷靜 防外示威者 而在警方防線的後排 粗龍小隊手持彩彈槍戒備 不彩彈擊中目標之後 衣服和身體都會嚴色 方便警方識別拘捕 到凌晨1點多 警方加速行動驅散示威者 在凌晨2點半左右 大致完成清場 警察走開 不要妨礙警察做事 好嗎 我們拘捕人 警方的速龍小隊由防線後方走上前排 並沿著德鋪道西快速向中環方向推進 將示威者由政家推到收打蘭街和皇后街 部分示威者向兩旁的橫街散去 青年新政梁仲行亦向中環方向後退 之後登上的士離開 大約在深夜2點半過後 大部分示威者離開 警方大致完成清場 警方嚴厲譴責示威者的暴力行為 又說一個警員被磚頭扔中腳步受傷 警方在行動期間發現有部分的示威人士 更加叫起行人路的磚頭 攻擊執勤的警務人員 引致有警務人員受傷 我強調 現場示威人士正在進行非法集結 就示威人士的行為 暴力行為 警方予以嚴厲的譴責 我們交給德鋪道西的吳慧慧說一下現場的情況 好啊 我們現在就在德鋪道西 近修打蘭街這個中間位置 其實大約2點40分開始 警方就是撤走了 在這裏的報房就撤走了 警員離開了馬路之後 就陸續叫那些傳媒人士 就不要再留在路中心 然後就走上行人路 我就見到有的士和小巴 就在修打蘭街 轉入德鋪道西 向西行方向走 而差不多同一時間 東行線都是有車過的了 我們見到有的士和小巴 私家車都陸續在兩邊的馬路 都有車過的了 現在我們見到 本身有一些警員 本身是佈防了在修打蘭街 就是街口兩邊的位置 現在都經過德鋪道西 正在陸續離開現場 而這裏的示威者 都可以說是走得七七八八的了 現場就有大批的傳媒 就繼續在這裏 跟進轉過最新的情況 先將時間交給你 好 谢谢 示威者早前占据中联办对开的一段德库道西 与警方对视 期间有人在附近行人路挖砖头 夜晚大约9点 几百个示威者由干乐道西改道德库道西 占据来回方向 他们将铁马以及垃圾桶放在路中心 企图捉起防线以及阻碍交通 多部电车以及巴士被逼中途停驶 有示威者说 未能够冲破警方在中联办干乐道西正门的防线 所以改变策略 警员在德库道西中联办后门捉起防线 有人将大批长竹运到现场 部分人担着遮掌站在路上后面 几间有人向警员方向担玻璃 地面有玻璃碎片 有人拿着烂的玻璃瓶 请你们立即离开 西区警署门外有部分的砖头被挖走 又看到有蒙面的示威者拿着砖 有披住《Hong Kong is not China》其次的人在附近 大批警员赶到现场戒备 举起红旗要求示威者离开 部分带着头盔的警员上前驱散人群 并施奉胡椒噴劲 双风一度对视 警员拿着盾牌手持警棍一致排开戒备 有示威者由人群中行出来 要求警方配合 以换取他们放下把傘 我们要求的是去中联办车场的正门 你们谈一谈看可不可以这样做 你的诉求是我们听到的 希望大家守一守秩序 不要再做出一些会伤害到大家的事 多个便衣警员上次和那个示威者 以及青年新政的游慧晶谈判 警方对示威者予以严厉谴责 指他们破坏法纪 罔顾自身以及其他人士安全 阻碍其他道路使用者 发现有部分的示威人士 手持 足枝和砖头 警方相信有部分的示威人士 很有可能借这个机会 作出一些非法和暴力的行为 为了保障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 我现在呼吁现场的示威人士 听从警方指示 尽快和平和有秩序离开现场 警方绝对不会容忍任何破坏社会安宁 和非法和暴力的行为 必定会果断执法 警方暂时抓了两个39以及57岁的男人 据了解其中一个是社民联主席吴文远 无线电视机者曾日思报道 示威者原本参加下午的反释法游行 晚晚临时更改路线游行到中联办 部分示威者企图冲出马路 警方多次施放胡椒喷剂阻止 跟着香港众志大专生政改关注组 社民联 工党等等游行到中联办外面的人 站满中联办队开一段光落导西 他们要求直接向中联办官员表达反对人大释法 游行人士请中藏警方安排 向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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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员捉成几重的人场 防止游行人士冲出马路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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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间社民联主席吴文远 叫示威者越过铁马走出马路 他爬上兰冬的时候被警方制止 警方在这儿拉斜 警方出动警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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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文远被警方带走 警方出动警棍 警方出动警棍 警察 他们有接下来 到近夜晚8点 香港众志临顺天认的成员 叫口号期间 突然推向警方的铁马 警方举起红旗 警告示威者停止冲击警方防线 警员多次施放胡椒喷剂 警方之后增援并且派警棍和头盔 警方阻止冲击警方阻止冲击警方 警方阻止冲击警方阻止冲击警方 青年新政的游蕙精亦都在人群里面 他一度被警方带到一旁 警方阻止冲击警方阻止冲击警方阻止冲击警方 警方再次施放胡椒噴劑 多个警员双眼也被胡椒噴劑浅中了 期间一段光落导西交通受影响 现在没有混乱我们就走不了 我觉得示威应该不会影响交通就好一些 很乱不应该有这样的行为 向外重致立法会议员罗冠聪和示威者充讨对策 上面有人正在占电车路 假如大家觉得上面有人正在占电车路 占路是一个好的方法 大家是要想想我们这个方位 是有什么可以突破到 示威者最终由干落导西转到德府导西 全面占过一段行斜路 无线电视机者陈嘉欣报道 至于民阵的反释法游行 民阵说有一万一千人参加 警方表示游行突然去到皇后将广场的人数 有大约八千人 而支持释法的保卫香港运动 亦都在湾仔集会 大家好我是麦斯敏 警方凌晨开始驱散中联办外的示威者 并拘捕多人 警方说有一个警员被砖头订中受伤 规备盾牌和手持大支装胡椒噴击的警员 午夜过后烈阵向示威者推进 要求他们向中上环方向 沿着德府导西后退 期间有示威者向警方订质物 警方推进期间 带走多个不肯离开的示威者 而在警方防线的后排 初龙小队手持彩蛋枪戒备 彩蛋击中目标之后 衣服和身体都会验识 方便警方适合恢复 去到凌晨1点多 警方加速行动驱散示威者 在凌晨2点半钟左右 大致完成清场 警察走开 别妨碰警察做事好吗 我们抓人 警察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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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方严厉谴责示威者的暴力行为 又说一个警员被砖头扔中脚步受伤 警方在行动期间 发现有部分的示威人士 更加叫起行人路的砖头 攻击执勤的警务人员 引致有警务人员受伤 我强调 现场示威人士正在进行非法集结 就示威人士的行为 警方予以严厉的谴责 示威者早前占据中联办对开的一段德庫道西 与警方对视 期间有人在附近行人路挖砖头 夜晚大约9点 几百个示威者由干落道西改道德庫道西 占据来回方向 他们将铁马以及垃圾桶放在路中心 企图捉起防线以及阻碍交通 多部电车以及巴士被逼中途停驶 有示威者说 未能够冲破警方在中联办干落道西正门的防线 所以改变策略 警员在德庫道西中联办后门捉起防线 有人将大批长竹运到现场 部份人担着遮掌站在路上后面 其间有人向警员方向订玻璃 地面有玻璃碎片 有人拿着烂的玻璃瓶 请你们立即离开 西区警署门外有部分的砖头被挖走 又看到有蒙面的示威者拿着砖 有披着Hong Kong is not China 歧视的人在附近 大批警员港渡现场戒备 举起红旗要求示威者离开 部份带着头盔的警员上前驱散人群 并施奉胡椒喷剂 双方一度对视 警员拿着盾牌手持警棍 一字牌开戒备 有示威者由人群中行出来 要求警方配合 以换水具地放下把傘 我们要求的是去公联办车场的正门 你们谈一谈 看看可否这样做 多个便衣警员上次跟那个示威者 以及青年新政的游慧晶谈判 警方对示威者予以严厉谴责 指他们破坏法纪 罔顾自身 以及其他人士安全 阻碍其他道路使用者 发现有部份的示威人士 手持 足枝和砖头 警方相信有部份的示威人士 很有可能借这个机会 作出一些非法和暴力的行为 为了保障公共安全 和公共秩序 我现在呼吁现场的示威人士 听从警方指示 尽快和平和有秩序地离开现场 警方绝对不会容忍任何破坏社会安宁 和非法和暴力的行为 必定会果断执法 警方暂时抓了两个39以及57岁的男人 据了解其中一个是社民连主席吴文远 无线电视记者曾日思报道 示威者原本参加下午的反释法游行 晚晚临时更改路线游行到中联办 部份示威者企图冲出马路 警方多次施放胡椒喷剂阻止 跟着香港众志 大专生政改关注组 社民连、工党等等 游行到中联办外面的人 站满中联办队开一段光落倒西 他们要求直接向中联办官员 表达反对人大释法 游行人士请中藏警方的安排 向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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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员捕成几重任常 防止游行人士冲出马路 期间社民连主席吴文远 叫示威者越过铁马走出马路 他爬上栏军的时候被警方制止 你以上杀 thorough 警方一路拉斜 警方出动警棍 装住他人 携帱子 警方看过可本 吳文怨被警方带走 吳文怨被警方带走 食刀中年牌 快做食刀 到了近晚上八點 香港眾志林順天的成員 叫口號期間 突然推向警方的鐵馬 警方舉起鴻旗 警告示威者停止衝擊警方防線 警員多次施放胡椒噴劑 警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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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 青年新政的游慧晶亦都在人群里面 他一度被警方带到一旁 期间有示威者向警方订杂物 双方再发生推撞 警方再次释放胡椒喷剂 多个警员双眼亦都被胡椒喷剂浅中了 期间一段光落倒催交通受影响 现在没有混乱我们就走不了 我觉得示威应该不会影响交通就好 香港重致立府委员罗冠聪同示威者充讨对策 上面有人在占电车路 假如大家觉得上面有人在占电车路 占路是一个好的方法 大家是要想一下我们的方位 是有什么可以突破到 示威者最终由干落倒西转到德府倒西 全面占过一段行赤路 无线电视机者陈介绍 大家好我是麦斯敏 警方凌晨开始驱散 中联办外的示威者并拘捕多人 警方说有一个警员被砖头订中受伤 他被盾牌和手持大支装胡椒喷剂的警员 午夜过后烈阵向示威者推进 要求他们向中上环方向 沿着德府倒西后退 期间有示威者向警方订质物 警方推进期间带走多个不肯离开的示威者 请大家保持坏大冷静 请大家保持坏大冷静 防外示威者 而在警方防线的后排 初龙小队手持彩蛋枪戒备 五彩蛋击中目标之后 衣服和身体都会验识 方便警方识别屈服 去到凌晨一点多 警方加速行动驱散示威者 在凌晨两点半钟左右 大致完成清场 警方的速龙小队由防线的后方走上前排 并沿着德府倒西快速向中环方向推进 将示威者由政家推到收打难家和皇后街 部分示威者向两旁的横街散去 青年身正梁纵行也向中环方向后退 之后登上的士离开 大约在深夜两点半钟过后 大部分示威者离开 警方大致完成清场 警方严厉谴责示威者的暴力行为 又说一个警员被砖头订中脚步受伤 警方在行动期间发现有部分的示威人士 更加叫起行人路的砖头 攻击执勤的警务人员 引致有警务人员受伤 我强调 现场示威人士正在进行非法集结 就示威人士的行为 的暴力行为 警方予以严厉的谴责 示威者早前占据中联办对开的一段德庫道西 与警方对视 期间有人在附近行人路挖砖头 晚上大约九点 几百个示威者由干落道西改道德庫道西 占据来回方向 他们将铁马以及垃圾桶放在路中心 企图捉起防线以及阻碍交通 多部电车以及巴士被逼中途停驶 有示威者说 未能冲破警方在中联办干落道西正门的防线 所以改变策略 警员在德庫道西中联办后门捉起防线 有人将大批长竹运到现场 部分人担着遮掌站在路上后面 其间有人向警员方向订玻璃 地面有玻璃碎片 有人拿着烂的玻璃瓶 请你们立即离开 西区警署门外有部分的砖头被挖走 又看到有蒙面的示威者拿着砖 有披住《Hong Kong is not China》 旗次的人在附近 大批警员赶到现场戒备 举起红旗要求示威者离开 部分带着头盔的警员上前驱散人群 并施奉胡椒喷剂 双方一度对视 警员拿着盾牌手持警棍 一字牌开戒备 有示威者由人群中行出来 要求警方配合 以换取他们放下把傘 我们要求的是去中联办车场的政门 你们谈一谈看看可不可以这样做 你的诉求是我们听到的 希望大家守一守秩序 不要再做出一些会伤害到大家的事 多个便衣警员上次和那个示威者 以及青年新政的游慧晶谈判 警方对示威者予以严厉谴责 指他们破坏法纪妄固自身 以及其他人士安全 阻碍其他道路使用者 发现有部分的示威人士 手持 足枝和砖头 警方相信有部分的示威人士 很有可能借这个机会 作出一些非法和暴力的行为 为了保障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 我现在呼吁现场的示威人士 听从警方指示 尽快和平和有秩序地离开现场 警方绝对不会容忍任何破坏社会安宁 和非法和暴力的行为 必定会果断执法 警方暂时抓了两个39以及57岁的男人 据了解其中一个是社民联主席吴文远 无线电视机者曾日思报道 示威者原本参加下午的反释法游行 晚晚临时更改路线游行到中联办 部分示威者企图冲出马路 警方多次施放胡椒喷剂阻止 反对人大释法 跟着香港众志 大专生政改关注组 社民连 工党等等 游行到中联办外面的人 站满中联办对开一段光落道西 他们要求直接向中联办官员表达反对 人大释法 游行人士请中床警方安排 向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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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员捉成几重的刃场 防止游行人士冲出马路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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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间社民连主席吴文远 叫示威者越过铁马走出马路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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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播中烈牌 直播中烈牌 快追求大食飯 到了近晚上八點 香港眾志林順天等的成員 叫口號期間 突然推向警方的鐵馬 警方舉起紅旗 警告示威者停止衝擊警方防線 警員多次施放胡椒噴劑 多人被碰中 警方之後增援 並且派警棍和頭盔 這個行為對自己 會及其他人 會說不通 青年新政的尤惠嵩 遇到在人群裏面 他一度被警方帶到一邊 大家好,我是麥斯敏 全國人大常委會 早上會就基本法第104條釋法草案進行表決 民陣昨天下午發起反釋法遊行 下午3時半由灣仔出發 晚上5時左右 遊行隊頭抵達中環中審法院 大部分人臨時改變遊行路線 前往西區中聯辦 警方多次施放胡椒噴劑 驅散示威者 示威者無法衝破警方在江樂道西的防線 之後改到德庫道西佔據馬路 期間有人運來足枝 亦有人掘起行人路的磚頭 警方要再度施放胡椒噴劑驅散 示威者佔據中聯辦 最開一段德庫道西 與警方對視 自凌晨在警方連串驅趕行動之後 示威者陸續散去 一個內督察被磚頭定中受傷 警方拘捕兩位男人 據了解包括社民連主席吳文元 夜晚大約九點 幾百個示威者 佔據德庫道西東西行線 電車和巴士被迫停駛 示威者將鐵馬、垃圾桶放在路中心 癱瘓交通 團團養了 警方喝止 有人向警方擲雜物和玻璃 地面有玻璃碎片 拿著爛的玻璃瓶 請你們立即離開 西區警署要落閘 門外有部分磚頭被掘走 有蒙面的示威者拿著磚頭 亦都有人將大批牆捉運到現場 捉成路障 加油 加油 雙方衝突 警員再施放胡椒噴劑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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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方到時到凌晨 青年新政和香港眾志立法會議員 呼籲示威者向中環方向走 我們是找一個加油理的位置 之後大家要做甚麼 也不會有任何規範 四個來一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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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給她們 簡單說一次 大家野貓式 自由發揮 配備盾牌 手持大資裝胡椒噴劑的警員 在西邊街和西區警署對開的 德副導師列陣 向中環方向推進 在警隊後方的速龍小隊 配備催淚彈槍 也有警員手持胡椒球槍戒備 警方逐步向東面推進 有人向警員釘雜物 沿途帶走多個不肯離開的示威者 請大家保持坑大冷靜 請大家保持坑大冷靜 直至凌晨近2時 青年新政梁仲恆 叫示威者離開 警方的速龍小隊 由防線的後方走上前排 快速沿著德副導西 向中環方向推進 將示威者由政階推到文涵西階 大部份示威者向兩邊的橫階散去 警員抄下他們的身份證資料 梁仲恆亦都向中環方向後退 並登上的士離開 示威者離開後大約在清晨3點 德副導西這條路就通車了 不過仍然有一批警員在現場留守戒備 警方嚴厲譴責示威者的暴力行為 又是一個女督察被磚頭釘中腿部受傷 警方在行動期間 發現有部份的示威人士 更加叫起行人路的磚頭 攻擊執勤的警務人員 引致有警務人員受傷 就示威人士的行為 的暴力行為 警方予以嚴厲的譴責 據了解警方未來幾天會預備人手 尤其是機動部隊 以防因為釋法引致的示威 無線電視記者鮮致報道 示威者原本參加下午的反釋法遊行 硬碗臨時更改路線遊行到中聯辦 部份示威者企圖衝出馬路 警方多次施放胡椒噴劑阻止 跟著香港眾志 大尊生政改關注組 社民連 工黨等等 遊行到中聯辦外面的人 站滿中聯辦對開一段光落倒催 他們要求直接向中聯辦官員 表達反對人大釋法 遊行人士請中床警方的安排 向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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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員捉成幾重人場 防止遊行人士衝出馬路 期間社民連主席吳文遠 叫示威者越過鐵馬走出馬路 他爬上欄江的時候被警方制止 警方在一邊拉斜 警方出動警軍 防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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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的成员叫口号期间 突然推向警方的铁马 警方举起红旗 警告示威者停止冲击警方防线 警员多次施放胡椒烹饭 多人被碰中 警方之后增援 并且派警棍和头盔 这些行为对自己顾约其他人 青年深圳的游慧精 亦都在人群里面 他一度被警方带到一边 期间有示威者向警方订杂物 双方再发生推撞 大家好 我是麦斯敏 全国人大常委会 朝早会就基本法 第104条释法重 印尼方面大致多云 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 最高气温大约28度 吹和缘的偏东风 指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 除后两三日显著搞凉 接着看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气